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最喜欢在华文班上学明具精华和古斯文的时候 因为它能让我学习更多有文学背景甚至历史的事件 我觉得这样能让我更深一层地了解华人甚至中国的文化 国中山后继续学华语的原因是 我想要更深一层地掌握这个华语这个语言 因为虽然我会讲华语我会写汉字 可是我觉得你要学一个语言应该一起学它的文学 这样的话你也可以了解它的文化 这样才算是掌握一个语言 那我个人在中山后会要学习华语 是因为我自己对华语有浓厚的兴趣 所以只要有机会学习我就不想错过 那第二呢是因为 现在中国市场日渐庞大 中文的使用度已经是全世界第一了 所以我觉得掌握中文 对我来说是非常有优势的 我最喜欢的华语老师是 Miss Jacinta黄老师 因为黄老师是一个非常善解人意和爱可亲的老师 她对待我们学生呢 就像是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 非常的爱护我们 关心我们 所以当我们跟她讲话的时候 面对她问她难题的时候 都不会觉得很有压力 那其次呢就是因为黄老师 她教中文的时候非常有效率 让我们能够非常快地明白 她所教的东西 所以上她的中文课的时候 我们都不会有那种 哦中文很难的感觉 我最喜欢的华语老师也是Miss Jacinta 因为她能让上课的气氛弄得很有趣 记得有一次她在班上让我们猜字迷 那我觉得这个活动能让我学习性的词 也让我有机会跟别的学生用华语来交流 我刚上中学的时候 我发觉到我写的作文不成熟 因为我用的词 还有写作文的方式太幼稚了 当时老师看到我的情况 她就建议我看一些华文小说或中文节目 不仅如此老师也有准备一些笔记给我 这样我慢慢地也是学会了不同的写作方式 也加在我作文里面加了一些新的词 这样我写的作文也是慢慢地进步了 那我个人最大的挑战呢就是古文 因为小学的时候从来没有接触过古文 对古文没有认识 所以上到中学的时候突然间 让我们做古文的试题 我就感到有一点点措手不齐 所以平时在家里我会多复习古文 多看因为只有多看才会进步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的老师黄老师也会在每个星期三 给我们这个辅导课 让我们对古文有更加的认识 掌握得更好 为了在中文考试上能够更加得心应手 我平时呢都是会限制自己 至少在一个星期之内要完成一份华文模拟试卷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有明具精华这个部分 对于明具精华呢 我通常都是在每个周末 都会复习老师在那一个星期所教的明具精华 而且我也会做相应的练习 让自己对明具精华更加熟悉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有作文 作文也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所以平时呢 我会多读一些作文的参考书 我也会多读课外的一些中文古诗书 来提高自己的中文水平 为了应付华语考试 我每天都会花一点时间 复习当天在学校所学到的新知识 我也是会花一点时间 做一些华文练习 不仅如此 假期的时候 我会去看一些华文节目 这样的话就算是在休息 也能学习新的词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 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